跳动的小锅唱起清脆的旋律 黑色的汤汁在阳光下映射出美味的纹理 梁启超说过 每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 必定都是名技巧娴熟的厨师 这是摸鱼王林克今天的第一道菜 从他的厨艺来看 毫无疑问 他是整个海拉尔大陆最棒的战士 不过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林克做菜之所以会这么美味 是因为他独特的食材选取 天刚蒙蒙亮 林克就早早的起了床 他想碰碰运气 去寻找一位珍贵的食材 炸油条 是所有人都知晓的美食 滚油而不腻 面脆而不松 这是林克的拿手好戏 火山蜥蜴 是林克炸制油条的必备原料 也许一般人并不会放它 但是蜥蜴对林克有着独特的意义 曾经陪伴在公主萨玛身边时 公主最喜欢喝林克做的蜥蜴汤 长久与萨尔达公主分别 在做菜时习惯性的 加入这些小蜥蜴 是林克对塞尔达公主 最深沉的思念 对饭菜口感的不懈追求 是让林克成为天下第一厨师的 根本动力 市面上的厨具 都不能达到林克心中的完美要求 卡卡里克村头种白菜的 李大爷换下来的旧头盔 却令林克眼前一亮 纯黑色的盔身 象征着卡卡里克人 对生活的坚持和热爱 圆润的弧度 则是李大爷对美学的独到见解 只有使用这样合适的厨具 才是烹制出美味佳肴的基石 刚刚好 是林克为人处事的人生哲学 油条的主料 是大陆上最常见的主食素材面粉 刚过期三个月的面粉 是林克经过长期实验 得出的最佳食材 刚刚过期的面粉 没有喂过期时的稀疏零散 也没有彻底过期的变味结块 适当变质 令面粉的质地得到了升华 这对于提升油条的色泽和口感 有着显著的作用 愚人国池塘里繁衍不息的长寿青蛙 也是炸制上好油条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也许其他人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并不会加入青蛙 但这样做 有着林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愚人国优质的水源 令青蛙的肉质滑腻而且新鲜 他们生命力顽强 有着绝不放弃的求生意志 专门远赴愚人国将这样可敬的生物下锅 则是林克对大自然伟大力量的赞颂 和对生命奇迹的祈祷 看就要开锅了 适量的蟋蟀 是林克油条营养丰富的核心秘诀 富有观赏性的法师弗兰北 将刚从草丛里抓到的新鲜蟀 完美烹调 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与锅里的油条水乳交融 每一餐都要保证充足的营养 是康德 孟德斯鳩 范达克霍尔 以及比利海林顿等人 哲学探讨的一致要求 跳动的小锅 唱起清脆的旋律 黑色的汤汁 在阳光下映射出美味的纹理 热乎乎的油条出锅了 香远一清 根根静止 卡卡里克村的乡亲们 满怀期待的前来品尝 笑容在他们的脸上逐渐僵硬 能够用饭菜为人们带来幸福 就算不去打败加农救出公主 我林科也心满意足啦